第六名 西部模影2018 在西部牛仔断耕两年之后 拳套带来了全新的Pro Max系列 将卢西安和垂石这对老冤家 放到了西部 还有一个刚重做不久的厄加特 组成了模影三幻神 这三款皮肤都相当优质 尤其是T2卢西安 打破了原计划长达三年的载质 稳坐头号皮肤宝座直至今日 这个时候可能弹幕会说 怎么西部模影卢西安彩排第六 你这个榜是不是也榜 我只能说 后面全是重量级 宣发力度 三星 人气质量指数 四星 第五名 未来战士B The Real 联盟首款终极皮肤 上线于2012年 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款皮肤 当年逼格拉满的宣传片 相信老玩家不会陌生 不论是皮肤质量还是宣发力度 在远古时代的联盟里 纯粹是将为打击 如同老未来战士那句台词 我脸先他们几个世纪呢 所以已经上线变大爆 终极皮肤的招牌就此打响 同时这款皮肤 也是重做次数最多的 由此可见 玄透对亲儿子宠爱有加 只可惜该皮肤的手感 十多年来 一直饱受争议 伟大如他也只能屈居此位 宣发力度 五星 人气和质量 三星 第四名 星之守护者2016 在我光是水魔法少女套装后 玄透在第二年趁热打体 推出首批新手系列皮肤 同时 我光来阔写世界观 首支宣传NV可谓惊艳 阳光明媚的校园 美得出水的JK少女 可当年谁能想到 后续的剧情这么苦大仇深 但抛开剧情不谈 这代新手为大系列开了好头 成为能媲美原计划的优质系列 宣发力度 四星 人气质量 四星 第三名 愚人杰2017 这张原画里 四位明星选手 单拿出来都是各自的优质皮肤 但最属重量级的还得是牛哥 虽然是愚人杰皮肤 但拳头更偏向于 在节日当天的游戏内整活 敲钟牛的出圈 基本全靠玩家们的二创 在三位小弟人气尚未受认可时 一头牛一个钟 以超光速的敲击速度席卷全网 正可谓一牛得到 恶熟狗升天 但英雄联盟是团队游戏 牛哥能将小弟们带到第三名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必须跟展 宣发力度 五星 人气质量 四星 第二名 原计划 超线 用剑的英雄总是最有魅力的 亚索在换上合金装备的剑刃后 拳头在第二年又找来了三位剑士 还有幽默飞镖人和美国老枪手 组成了联盟历史上 声势最为浩大的 拳特效皮肤阵容 正式开启了T3皮肤时代 这一代的宣传片热度 对比未来战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 是当年首发大礼包购买的 这个头像便是最好的剁手证明 宣发力度 五星 人气质量 五星 第一名 大元素士 拉克斯 原计划和他的排名 我纠结了很久 毕竟人多打人少 但我后来转念一想 我光一款皮肤 有十种模型和特效 纯粹的一人成军啊 这款皮肤的伟大 早已无需多言 无论是宣发力度 还是皮肤质量 都是拳头迄今为止的巅峰水准 奠定了我光拳头亲女儿的地位 也留下了各位神中神的弹幕 可谓是银麻了 宣发力度 五星 人气质量 五星 本期就先谈这六大系列 类似的出道及巅峰的皮肤 还有很多 咱们留到下期再聊